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一个父亲 而母亲又一直在身边陪着 所以为了父亲可以继续继承家产 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这件事 不过 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邱志斌和娜娜各自开始和自己的亲妈亲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邱志斌占用了娜娜的身份 所以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 邱志斌之所以能够成为继承人 就是因为有了嫡子这一身份 所以邱志斌在知道自己是外事所生后 一直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怕事情传到爷爷的耳中后 爷爷会因为他的身份 废除他继承人的身份 因此 当娜娜和邱志斌 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争吵 在娜娜因为一时冲动 说要揭穿邱志斌的身份时 邱志斌情急之下将娜娜推入了海中 由此造成了娜娜的死亡 矛头全部都指向邱志斌 因为他最直接的得益者 但是他的能力 即使让奶奶下线了 他也没有办法很好地掩饰的 所以 让奶奶下线的 应该是有其他人 这个人就是一直出现在邱志斌身边的琳达 娜娜得知自己身世后 为了知道内情 请斯嘉侦探调查家人 拿到结果后 娜娜大吃一惊 报告中显示出 原来邱志斌并不是邱首义的儿子 奶奶约邱志斌在外面见面 邱志斌虽然觉得奇怪 也按时来到约定的地方 邱志斌见到奶奶后疑惑地问 你约我来这里见面 是有什么事情吗 奶奶接着说 我知道你心心念念都是秋氏的股权 我不在乎这些股权 我只要钱 你把你名下的所有物业转给我 如果你把物业都转给我 我可以把我手上的股权全部转给你 邱志斌笑了一下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不是喝大了 我为什么要把名下的物业都转给你 奶奶拿出一份资料说 这份资料里面清楚写明了 你不是秋首义的儿子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 估计秋氏集团也没有你什么份了 邱志斌非常震惊 说 你在这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不是我爸的儿子 奶奶轻蔑地笑了一下说 信不信随便你 我大可把资料公开 那到时候大家来决定它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把你的物业都转给我 我可以把资料还你 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你要你的秋氏 我要我的钱 邱志斌思考片刻后 说 如果我把物业都给你 其他人一定会怀疑的 奶奶接着说 这是你的事情 不关我事 我拿了钱后 我就会离开香港 邱志斌接着说 不行 你快把资料给我 说完 他就想冲上去抢 奶奶见状马上逃跑 邱志斌一直在后面追 来到海边附近 邱志斌追上奶奶 并且把他推倒 一手把资料抢了过来说 我们做了那么久的家人 我可以给你钱 保证你一时无忧 如果你再逼我 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奶奶看到邱志斌凶狠的样子 没有反对 站了起来 突然 一个戴着口罩的神秘人 跑了过来 一手把奶奶推到海中 邱志斌想救她 但是被神秘人拉住她说 别 我是为你好的 邱志斌听到后就犹豫了 慢慢地后退 奶奶也慢慢地沉入水中 神秘人拉下口罩 原来就是琳达 邱志斌激动地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琳达流着眼泪 哭着说 不关你事 是我推她下去的 如果她活着 始终是一个隐患 现在没有人会妨碍你成为集团主席 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邱志斌看着流泪的琳达 一手把她搂住 当然 到最后肯定是东窗事发 被警方把他们惩治于法 咱们 把她搂住 继续 都不能够 解释了